红楼梦卷四十四 便声不测凤解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立庄 话说众人看眼金钗记 宝玉和姊妹一处坐着 林黛玉因看到南记这出声 便和宝钗说道 这王石棚也不通得很 不管在哪里记一记罢了 必定跑到江边上来做什么 俗语说 赌物思人 天下的水总归一元 不拘哪里的水咬一碗 看着哭去 也就尽情了 宝钗不达 宝玉回头要热酒敬凤姐 原来贾母说 今日不比往日 定要叫凤姐痛乐一日 本自己懒带作息 只在里间屋里踏上歪着 和薛姨妈看戏 随心爱吃的捡几样放在小鸡上 随意吃着说话 将自己两桌席面 赏那没有席面的大小丫头 并那应着拆听拆的妇人等 命她们在窗外狼言下 也只管坐着随意吃喝 不必拘礼 王夫人和行夫人 在地下高桌上坐着 外面几席是她们姊妹们坐 贾母不时吩咐游士等 让凤丫头坐上面 你们好生替我带冬 难为她一年到头辛苦 游士答应了 又笑回道 她说坐不惯首席 坐在上头 横不适 树不是的 酒也不肯吃 贾母听了 笑着 你不会 等我亲自让她去 凤姐儿忙也进来笑说 老祖宗别信她们的话 我吃了好几重了 贾母笑着命游士 快拉她出去 安在椅子上 你们都轮流敬她 她再不吃 我当真就亲自去了 游士听说 忙笑着又拉她出来坐下 命人拿了台盏 针了酒 笑道 一年到头 难为你孝顺老太太 太太和我 我今儿没什么疼你的 亲自针酒 我的乖乖 你在我手里 喝一口吧 凤姐儿笑道 你要安心笑敬我 跪下 我就喝 游士笑道 说得你不知是谁 我告诉你说吧 好容易今儿这一遭 过了后 知道海德 像今儿这样的不得了 趁着尽力 灌两钟子吧 凤姐见推不过 只得喝了两钟 接着 众姐妹也来 凤姐也只得 美人的 喝一口 赖大妈妈 见贾母 尚且这等高兴 也少不得 来凑雀 领着些妈妈们 也来敬酒 凤姐儿也难推脱 只得喝了两口 鸳鸯等 也都来敬 凤姐儿真不能了 盲鸯告道 好姐姐们 饶了我吧 我明儿再喝吧 鸳鸯笑道 真个的 我们是没脸的了 就是我们在太太跟前 太太还赏个脸呢 往常 往常到有些体面 今儿当着这些人 到做起主子的块来了 我原不该来 不喝 我们就走 说着 说着真个儿回去了 凤姐儿 忙忙忙 拉住 笑道 好姐姐 我喝就是了 说着拿过酒来 满满地 蒸了一杯喝干 鸳鸯 方笑了散去 然后又入席 凤姐儿自觉酒沉了 心里突突地往上撞 要往家去歇歇 只见那耍百戏的上来 便和游氏说 预备赏签 我要洗洗脸去 游氏点头 凤姐儿瞅人不防 便出了席 往房门后颜下走来 平儿留心 也忙跟了来 凤姐便扶着她 才智穿廊下 只见她房里的 一个小丫头子 正在那里站着 见她两个来了 回身就跑 凤姐儿便疑心忙叫 那丫头先纸装听不见 无奈后面连声叫 也只得回来 凤姐儿越发起了疑心 忙和平儿进了川郎 叫那小丫头子也进来 把隔禅开了 凤姐坐在小院子的台阶上 命那丫头子跪了 贺命平儿 叫两个二门上的小丝来 拿绳子鞭子 把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 打烂了 那小丫头子已经吓得魂飞魄散 哭着只管碰头求饶 凤姐儿问道 我又不是鬼 你见了我不识规矩站住 怎么到往前跑 小丫头子哭道 我远没看见奶奶来 我又记挂着屋里无人 所以跑了 凤姐儿道 屋里既没人 谁叫你又来的 你便没看见 我和平儿在后头扯着脖子 叫了你十来声 越叫越跑 离得又不远 你笼子不成 你还和我降嘴 说着便扬手一掌 打在脸上 打得那小丫头子一栽 这边脸上又一下 当时小丫头子两腮子胀起来 平儿盲劝 奶奶仔细手疼 凤姐便说 你再打着 问她跑什么 她再不说 把嘴撕烂了她的 那小丫头子先还降嘴 后来听见凤姐儿 要烧了红烙铁来烙嘴 方哭道 二爷在家里 打发我来这里 瞧着奶奶的 要见奶奶散了 先叫我送信去的 不承望 奶奶这回子就来 凤姐儿见话中有文章 便又问道 叫你瞧着我做什么 难道怕我家去不成 必有别的缘故 快告诉我 我从此以后疼你 你要不细说 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肉 说着回头向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来 向那丫头嘴上乱戳 吓得那丫头一行躲 一行哭求道 我告诉奶奶 可别说 别说我说的 平儿一旁劝 一面催他 叫他快说 丫头便说道 二爷也是才来 来了就开箱子 拿了两块银子 还有两只簪子 两匹段子 叫我悄悄地 送一炮二的老婆去 叫他进来 他收了东西 就往咱们屋里来了 二爷叫我瞧着奶奶 底下的事 我就不知道了 凤姐听了 一气得浑身发软 忙力气伸来 一进来家 刚至院门 只见有一个小丫头 在门前探头 一见了凤姐 也缩头就跑 凤姐提着名字 嚇住 那丫头本来伶俐 见躲不过了 越发地跑了出来 笑道 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 可瞧 奶奶来了 凤姐道 告诉我什么 那丫头便说 二爷在家 这般如此 将方才的话 多早晚 多早晚 你那燕王老婆 死了就好了 甲脸道 她死了 再娶一个也这样 又怎么样呢 那妇人道 她死了 你倒是把平儿 扶了正 只怕还好些 甲脸道 如今 连平儿 她也不叫我 沾一沾了 平儿也是一肚子 委屈 不敢说 我命里 怎么就该犯了夜叉星 凤姐听了 气得浑身乱战 又听他们 刀赞平儿 便一平儿 速日背地里 自然也有 愿雨了 那酒 越发涌上来了 也并不蠢夺 回身 把平儿 先打两下 一脚 踢开了门进去 也不容分说 抓着鲍二家的 撕打一顿 又怕甲脸走出去 便堵着门 站着骂道 好娼妇 你偷主子汉子 还要致死主子老婆 平儿 过来 你们娼妇们 一条腾 多闲着我 外面 你哄我 说着 又把平儿 打了几下 打得平儿 有冤无处诉 只气得干枯 骂道 你们 你们做这些 没脸的事 好好的 又拉上我 做什么 说着 也把鲍二家的 撕打起来 夹脸 也因吃多了酒 近来高兴 未曾做得机密 一见凤姐来了 已没了主意 又见平儿也闹起来 把酒也气上来了 凤姐儿打抱二家的 他也又气又愧 只不好说的 今见平儿也打 便上来 踢骂道 好娼妇 你也动手打人 平儿气怯 忙住了手 哭道 你们背地里说话 为什么拉我呢 凤姐见平儿 怕假脸 越发气了 又赶上来 打着平儿 偏叫 打抱二家的 平儿急了 便跑出来 找刀子 要寻死 外面重婆子丫头 忙拦住 解雀 这里凤姐 见平儿 寻死去 便一头撞在 假脸怀里 叫道 你们一条疼 害我 被我听见 倒都吓起我来 你也勒死我吧 假脸气得 从墙上拔出剑来 说道 不用寻死 我真急了 一起杀了 我偿了命 大家干净 正闹得不开交 只见游士等 一群人来了 说 这是怎么说 才好好的 就闹起来 假脸见了人 越发 已久三分罪 呈起威风来 故意要杀凤姐 凤姐见人来了 便不似先前 那般泼了 丢下众人 便哭着 往贾母那边跑 此时戏已散了 凤姐跑到贾母跟前 爬在贾母怀里 只说 老祖宗救我 莲儿爷 要杀我 要杀我呢 贾母 行夫人 王夫人等 忙问 怎么了 凤姐儿哭道 我才嫁去换衣装 不妨脸二爷 在家和人说话 我只当是 有客来了 吓得我不敢进去 在窗户外 在窗户外头 听了一定 原来是 都信以为真 说 这还了得 快拿了那下流种子来 一语未完 只见贾连拿着剑赶来 后面许多人跟着 贾连鸣仗着贾母 肃膝疼他们 连母亲神母也无碍 故逞强闹了来 行夫人 王夫人见了 气得忙拦住 骂道 这下流东西 你越发烦了 老太太在这里呢 贾连 瞎斜着眼道 都是老太太惯的她 她才这样 连我也骂起来了 行夫人气得 夺下剑来 只管贺她 快出去 那贾连 撒娇撒吃 闲言闲语的 还只乱说 贾母气得说道 我知道 你不把我们 放在眼里 叫人 把她老子叫来 看她去不去 贾连听见这话 方列怯着脚出去了 赌气也不往家去 便往外书房来 这里行夫人 王夫人 也说凤姐 贾母道 什么要紧的事儿 小孩子们年轻 馋嘴猫似的 哪里保得住 不这么着 从小是人 都打这么过的 都是我的不是 叫你多吃了两口酒 又吃起醋来了 说的众人都笑了 贾母又道 你放心 明儿我叫她来 替你赔不是 你今儿别过去 扫着她 阴又骂 平儿那蹄子 素日我倒看她好 怎么暗地里 这么坏 游试等笑道 平儿没有不是 是凤姐拿着人家出气 两口子不好 对打 都拿着平儿杀性子 平儿委屈的 什么似的 老太太还骂人家 贾母道 原来这样 我说那孩子 倒不像那狐媚演道的 记这么着 可怜价儿的 白受她的气 音叫 琥珀 来 你去告诉平儿 就说我的话 我知道她受了委屈 明儿我叫她主子来 替她赔不是 今儿是她主子的好日子 不许她胡脑 原来平儿早被礼丸 拉入大观园去了 平儿哭得更夜难言 宝钗劝道 你是个明白人 你们奶奶素日何等待你 今儿 不过她多吃了一口酒 她可不拿你出气 难道拿别人出气不成 别人又笑话她是假的了 正说着 只见琥珀走来 说了贾母的话 平儿自觉 面上有了光辉 方才渐渐的好了 也不往前头来 宝钗等歇息了一回 方来看贾母凤姐 宝玉便让了平儿 到怡红院中来 席人忙接着 笑道 我先缘要让你的 只因大奶奶和姑娘们都让你 我就不好让的了 平儿也陪笑说 多谢 因又说道 好好的 从哪里说起 无缘无故 白受了一场气 席人笑道 二奶奶素日待你好 这不过是一时气急了 平儿道 二奶奶倒没说的 只是那娼妇质的我 她又偏拿我来凑趣儿 还有我们的糊涂爷 倒打我 说着便又委屈 禁不住泪流下来 宝玉盲劝道 好姐姐 别伤心 我替她两个赔个不是吧 平儿笑道 与你什么相干 宝玉笑道 我们兄弟姊妹都一样 他们得罪了人 我替她赔个不是 也是应该的 又道 可惜这新衣裳也沾了 这里有你花妹妹的衣裳 何不换了下来 拿吸个烧酒喷了 运一运 把头也另梳一梳 一面说 一面吩咐了小丫头子们 要洗脸水 烧运斗来 平儿素兮指文人说 宝玉专能和女孩们结交 宝玉素日 因平儿是假脸的爱妾 又是凤姐儿的心腹 故不肯和她私禁 因不能尽心 也常为恨事 平儿如今见她这般 心中也暗暗地颠倒 果然话不虚传 瑟瑟响得周到 又见席人 特特地开了箱子 拿出两件不大穿的衣服 忙来洗了脸 将一个宣摇瓷河揭开 里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瓣 捏了一根地语平儿 又笑说道 这不是千粉 这是紫茉莉花种颜碎了 对上料制的 平儿倒在掌上看时 果见青白红香 四样巨美 铺在面上也容易匀净 且能润泽 不像别的粉色质 然后看见胭脂 也不是一张 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 里面藏着一盒 如玫瑰膏子一样 宝玉笑道 那世上卖的胭脂不干净 颜色也薄 这是上好的胭脂 拧出枝子来 逃等近了 配了花露蒸成的 只要细簪子挑一点 抹在唇上 足够了 用一点水化开 抹在手心里 就够拍脸的了 平儿一言装饰 果见鲜艳异常 且又甜香满颊 宝玉又将盆内开的 一只病地秋慧 用竹剪刀搅了下来 替它粘在壁上 忽见李丸打发丫头来换它 方茫茫的去了 宝玉因自来从不曾在平儿前尽过心 且平儿又是个极聪明 极清俊的上等女孩 比不得那起俗捉蠢物 深为怨恨 今日是金串生日 故一日不乐 不想落后闹出这件事来 竟得在平儿前烧尽片心 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乐 因歪在床上 心内怡然自得 忽悠思极 甲脸为之以淫乐乐极 并不知作养之分 幼思 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 独自一人 供应甲脸夫妇二人 甲脸之俗 凤姐之威 她竟能周全妥贴 今儿还遭荼毒 也就薄命得狠了 想到此间 便又伤感起来 腹又起身 见方才的衣裳上 喷得酒已半干 便拿运斗运了 叠好 见她的手帕子望去 上面又有泪痕 又搁在盆中 洗了量上 又洗又背 闷了一回 也往稻香村来 说一回闲话 掌灯后方散 平儿就在里湾处 歇了一夜 凤姐儿只跟着甲母睡 甲脸晚间归房 冷清清的 又不好去觉 只得胡乱睡了一夜 次日醒了 想昨日之事 大没意思 后悔不来 刑夫人惦记着 昨日甲脸醉了 忙一早过来 叫了甲脸 过甲母这边来 甲脸只得忍愧前来 在甲母面前跪下 甲母问她 怎么了 甲脸忙陪笑说 甲脸 甲脸一肚子的委屈 不敢分辨 只认不是 甲母又道 凤丫丫头和平儿 还不是个美人胎子 你还不足 成日家偷鸡摸狗 腥的臭的 都拉了你屋里去 为这起仓妇打老婆 又打屋里的人 你还亏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 火打了嘴了 你若眼睛里有我 你起来 我饶了你 乖乖的 替你媳妇赔个不是 拉了她家去 我就喜欢了 要不然 你只管出去 我也不敢受你的跪 甲脸听如此说 又见凤姐站在那边 也不盛装 哭得眼睛肿着 也不失脂粉 黄黄脸 比往常更觉可怜可爱 想着 不如赔了不是 彼此也好了 又讨老太太的喜欢 想必便笑道 老太太的话 我不敢不一 只是越发纵了她了 贾母笑道 胡说 我知道她最有理的 再不会冲撞人 她日后得罪了你 我自然也做主 叫你降服就是了 贾脸听说 贾脸听说 爬起来 便与凤姐做了一个一 笑道 原是我的不是 二奶奶 别生气了 满屋里的人都笑了 贾母笑道 凤丫头 不许恼了 再恼 我就恼了 说着 又命人去叫了平儿来 命凤姐和贾脸 安慰平儿 贾脸见了平儿 越发顾不得了 所谓 欺不如窃 听贾母一说 便赶上来说道 姑娘昨日受了委屈 都是我的不是 奶奶得罪了你 也是因我而起 我赔了不是不算外 还替你奶奶赔个不是 说着 也作了一个一 引得贾母笑了 凤姐也笑了 贾母又命凤姐来安慰平儿 平儿忙走上来 给凤姐磕头 说 奶奶的千秋 我惹了奶奶生气 是我该死 凤姐正自愧毁 昨日酒吃多了 不念素日之情 浮躁起来 听了旁人话 无故给平儿没脸 仅反见她如此 又是惭愧 又是心酸 忙一把拉起来 落下泪来 平儿道 我服侍了奶奶这么几年 也没弹我一指甲 就是嘴儿打我 我也不愿奶奶 都是那仓服制的 愿不得奶奶生气 说着 也滴下泪来了 甲母便命人 将她三人送回房去 有一个再提此话 即刻来回我 我不管是谁 拿拐棍子 给她一顿 三个人 从心给甲母 行王二位夫人 磕了头 老妈妈答应了 送她三人回去 至房中 凤姐见无人 方说道 我怎么像个燕王 又像夜叉 那娼妇咒我死 你也帮着咒我 前日不好 也有一日好 可怜我熬的 连个混账女人 也不如了 我还有什么脸 来过这个日子 说着又哭了 甲脸道 你还不足 你细想想 择谁的不是多 今儿当着人 还是我跪了一跪 又赔不是 你也争足了光了 这回子还唠叨 难道 你还叫我替你跪下才吧 太要足了墙 也不是好事 说得凤姐儿 无言可对 平儿 吃的一声又笑了 甲脸也笑道 又好了 陈陈陈的 我也没烦了 正说着 只见一个媳妇来回说 布尔媳妇掉死了 甲脸凤姐儿 都吃了一惊 凤姐儿盲收了妾色 反恶道 死了罢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一时只见林芝孝家的进来 巧回凤姐道 鲍二媳妇掉死了 她娘家的亲戚要告呢 凤姐儿冷笑道 这道好了 我正想要打官司呢 林芝孝家的道 我才和众人劝了他们 又威吓了一阵 又许了她几个钱 也就一了 凤姐道 我没一个钱 有钱也不给 只管叫她告去 也不许劝她 也不用震合她 只管让她告去 她告不成 我还问她个 以尸诈额呢 林芝孝家的正在为难 见甲脸和她使眼色 心下明白 便出来等着 甲脸道 我出去瞧瞧 看是怎么样 凤姐道 不许给她钱 甲脸一静出来 和林芝孝来商议 逐人去做好做歹 许了二百两发送才罢 甲脸生孔有变 又命人去和王子腾说了 将翻译五座人等 叫几名来 帮着办丧事 那些人见了如此 纵要复办 亦不敢办 只得忍气吞声罢了 甲脸又命林芝孝 将那二百两银子 入在流年帐上 分别添补 分别添补开销过去 又提起给鲍二些银两 安慰她说 令日 再挑个好媳妇给你 鲍二又有体面 又有银子 又何不一 便仍然奉承假脸 不在话下 里面凤姐心中虽不安 面上只管阳不理论 因屋中无人 便和平儿笑道 我昨儿多喝了一口酒 你别埋怨 打了哪里 让我瞧瞧 平儿道 也没打中 只听得说 奶奶姑娘都进来了 要之后来端笛 且看下回分解